你看看這一男 就是你要勾這個孩子他來自什麼家庭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基督文有問題 你們覺得有什麼問題 特殊家庭背景 特殊家庭背景喔 特殊家庭背景喔 要用這個字眼 他可能還覺得這個特殊家庭背景這個詞還很ok 特殊什麼意思 非常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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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正常的狀態的將領 一樣很特殊 第一收入 台灣也有第一收入 所以你看他的選項1234喔 然後當然他還有下面一個叫其他 那你其他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嘛 你如果今天這個個案來自所謂的雙親健全 那你會講雙親家庭嗎 不會嗎 一定還是有什麼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其實是什麼 促士他想要做一個快速的數量統計的時候 他就用這個東西來呈現這個個案的狀況 那可是問題是 比如說第一個我要說的是 這個表格是我們所謂的在輔導室裡面 我們處理個案時候的一個表格 那什麼東西會成為 學生會成為個案 一定是因為他出現了一些需要協助的狀況對不對 所以重要的是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需要被什麼幫助 我覺得對我來講應該是在這裡 而不是說你只是去勾選了他特殊的背景 而且是家庭 那這樣子你有對這個學生真的有很真實 或者深入的了解嗎 對我覺得並沒有 那為什麼會長這樣 我覺得有一種便宜形式 就是他沒有願意好好的 再多花一點時間去描述 可能這個孩子需要被協助的地方 而是他用一個表格公選的方式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因此常常在我們的簡化當中 就被標籤化了 好還有 污名化這一個 這個網路截圖的太猛火了 不是進口30萬啦 是進口50萬啦 沒有啦 他這個是說 他是說30萬的失去率是錯的嘛 大家知道前一陣子的薪惡對不對 好 那大家就在說啦 就像我們常常講的 如果你叫外籍配偶 這樣子的嗎 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 你可能覺得這還算中性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說外籍新娘就不好對不對 那如果我說這些人不是嫁過來的 我是說進口來的 那你又覺得 就是你在那個語言的使用上 其實我相信那個透露出 那個應該是說你的意識 你如何認知這件事 就是語言不只是語言失當的問題 而是你如何看見一個女性架來台灣 那這個東西我等一下想說 如果還有時間 我想讓大家看一片網路文章 好 那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是大家知道 最近常在討論的 課竿微調啊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黑箱課竿 他竟然 他竟然寫了這句話 然後這句話 大家覺得問題在 非常沒有sense的一個用詞上 有沒有 對 他就說全球化之下 然後他舉例了說 欸那大家會移動 非洲人 對 非洲人是南歐國家 然後再來應庸 非庸來台灣工作 庸欸 庸人欸 以及外籍新娘等 這是國際移動的現象 這個我真的覺得第一個 你知道其實我們是小學對不對 我們小學課章是寫得比較好多了 我其實我這次沒有拍我們的課本啦 其實上次可以比較一下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群 就是對於人權 其實是很沒有意識的 一群人去修出來的課綱 那因此 這樣的課綱 搞不好有人真的因此 而編了一個教科書之後 他的用詞就長這樣 然後呢 之後每個學生都讀了 然後還考試 那你覺得 就是小孩會說 我的媽媽 他會很驕傲他的媽媽 來自這個國家 或者是他會認為他的媽媽 帶給他的東西是有榮耀感的嗎 其實就很難對不對 好 那可以怎麼做 登登登 這個其實 好啦不能講說 不能講說講廢話 但是就是 看見 理解 接納跟實踐 那 我想要特別 其實應該是說 看見跟理解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你有沒有辦法看見 心靈靈他們 還有你怎麼看見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學校有一些承認的方式 很不友善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 比較友善的承認方式 那當然你看見他 他是為你理解他 你理解他 為什麼來到台灣 那這個理解是 如果你跟他的生命更有連結 你就更能理解他的脈絡 那我之前在姐妹會 跟姐妹們認識 跟互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東西 會讓我更清楚知道 姐妹們 他們資深來到台灣 很多時候你覺得 你可能都無法想像 你覺得怎麼會具有這樣的勇氣 那那樣子的理解 加上你在看見他們的優勢 其實你就會結合出 你就會發展不一樣的行動 所以你會願意接納 所謂的接納是 你更能真心的知道 你們其實是同樣的人 然後再來是 有沒有可能一起行動 一起實踐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但是看見跟理解 通常這個是我們在教育同情當中 會很希望進行的 那實踐這個部分 其實我本來想要連結的是 台灣其實就會有很多 莫名其妙這些歧視的事情出現 那但是通常 如果你可以挺身而出 那這件事情它就會有被改變 或者是被討論的機會 可是如果常常很多人漠視 或者是會因為有一些狀況 而無法比如說像 我想要放的這個是上一次的講師 滿知他面對到前幾年 有一個老師他罵小孩說 你媽媽來自印尼 你是野蠻人滾回去的那個新聞 大家知道嗎 他有放過嗎 那我來放一下吧 因為那很短 我來保證一下 我是野蠻人滾 骨頭的一個短部 我來看見 你是野蠻人滾 因為那些東西 是野蠻人滾 她被承認到 才算提前幾年 自然間是野蠻人滾 移民集结在民间团体 还有他们带着民间团体跟这些新移民到移民署外面抗议 也递交申请书 要求政府依据移民法对这个老师做出处罚 就读高雄县林园高中国中部的张姓女学生 指控学校老师经常助骂她 还曾经因为她的妈妈是印尼人 当着全班的面被老师骂是野男人 新闻传出之后 多个民间团体跟加来台湾的新移民 周三到移民署前面成情 野蛮教师 野蛮教师 滚书校园 滚书校园 不只是歧视移民 只是她也在同时歧视我们台湾的移民家庭的 然后再来是也是歧视我们的小孩 他们带着申诉书 要求移民署依据移民法 针对这起事件召开审议小组 对这个老师的歧视言论做出处罚 最高可以罚三万块钱 但是有新移民认为罚钱太够 我觉得她非常野蛮 她比很多新移民姐妹的孩子更野蛮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要解聘 而不是只罚三万块 移民署接下申诉书 强调会依法处理 那我们会依照现在的华丽队来处理 当然需要外跨部位的我们都去做出 但是学校方面说他们已经做出处置 决议我们就给你两次想过的处分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上报新增的决议 校方表示他们已经针对学生进行辅导 也针对老师加强教育训练 明天本体要求政府拿出权力 移民署跟教育部都有责任 因为老师代表情势 台湾还谈什么尊重多元 记者台的高雄重的报道 好 大家觉得要站出来抗议容不容易啊 大家有上街头游行过吗 游行很多对不对 但是比如说要你拿麦克风发言 然后媒体叨叨叨你 然后甚至访问你采访你 然后把你的话写成新闻稿 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 有 律师有 对不对 其他人有吗 没有 有 对 对 对 脸头和头都没有看法 好 所以我假设没有好了 我为什么要特别这个 其实我要讲的是 行动和实践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 你不要以为你站出来之后 你就是正义的一方 或者是你就不会有不同的被抹黑 比如说像这一个 我觉得 我还是想特别再耽误一下时间 比如说像你知道这个 这是满支血的文章 它叫做 我还要继续站出来 就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个采访 然后有那个报纸 联合报 可能就会就是把那个东西写下来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他得到了一个效应 就是他必须要再更正起事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文章当中 说了就是他的标题叫做 买越南新娘什么片不输不好 然后呢重点是他就说 只称鸿满支已离婚 就是我意思说 就是说他可能那个记者有说到说 满支已经离婚了怎样之类的 这样子 好 然后他就一个更正说 他现在其实什么跟先生婆婆同住家宁完整 等等等等 好嘞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满支还需要更正这件事啊 只是因为他报导错吗 是因为这个错的报导 会有什么后续的影响 影响他的家庭 还有吗 其他人会就是标签 就是继续贴标签 继续贴标签 对满支或者是对姐妹标签 那你觉得有可能有什么标签 假结婚 假结婚 有可能如果离婚了 如果而且他还没小孩的话 更有可能被说是假结婚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还有比如说 如果他今天将你完整 就很容易被说什么 就是比较不容易有被话说 也就是说 对啊你都很幸福的美满 你好像应该一切的条件 都很正常之下 你站出来 那你就真的是 没话说的你其实就是什么 在捍卫一件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灵魂状态 或是你可能还有更多 这个社会认为的不利形象 他就很容易去迟疑你做这件事的目的 对吗 因此那个东西不只是一个对个人的困扰 而是他显现了一个我们整体社会 如何去思考心理理理性这件事 那更是我们如何思考女性这件事 比如说我想要让大家看的一个文章 大致感觉一下说 好 我不知道我们在场的人 会对于这个文章有什么感受 好这边 这是我好像也是两三年前看到的吧 五十万台湾男人取外籍新娘的理由 然后他就会说 外籍新娘会对老公说 老公你好不好一个月可以赚三万 但是台湾新娘会说 你这个没三少路用的鸡 欸 家伙怎么说 卡小 卡小 对对对对对 一个月可以赚三万 然后外籍新娘可能会对老公说 老公你要吃什么老婆去煮 然后台湾新娘会说 你不会煮饭 死鬼几点了还不去煮饭 好 登登登 然后再来他一样就列出了这些事情 他就说 那个外籍新娘会说 老公我想要一个脚踏车 台湾新娘会说 老公我要一部轿车 好这些 然后外籍新娘有空就会打扫整你家里 然后台湾新娘什么都不做 所以这网络文章 你觉得看到吗 很大男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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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有吗 满满的歧视 歧视 歧视新娘娘还是歧视 都有 送双向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这个社会有一些男人 到底在怎么想像 女性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作为一个女性 扮演女性的角色 有这样的一群人 然后他把我们台湾的两群女性 来做一个对比 然后甚至有人会说 噢 这些新移民家庭的男性 他们其实就是什么 甚至他们也被污名化 比如说可能他们就是什么 欸 经济水准没那么高 然后可能甚至 呃 年纪又偏大 找不到老婆的 嘚嘚 所以我是说 你看喔 像这样子缓缓 弱 对 弱视相逼 其实都是在凸显我们社会的很多价值 有没有 那这些价值落在这个人 这个族群身上 就很容易造成压迫跟歧视 可是这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 它只是落在新一名女性身上 但是其实它反映的是 全台湾社会都会认为 一个正常的女性该怎么样 所以它会认为 如果台湾的女性不是那样 那我就从外面找 符合这样的条件女性进来 那当然不是 只是这些男人错 而是这个社会 为什么养育出了一个这样子 这种性别观念的男性 或者是性别男女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的一个父权社会 就是我们咱也知道 就是在压迫性别的 常常不只是男性 常常很多女性也是那个 那个始作俑者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所以其实是我们社会 常常必须要讨论很多价值观 你才有可能不用 特定的价值观 放在某些族群身上 好 那这个虽然跟教育没什么关 欸有有有 跟教育有关 有 但是我一直说 不一定是只说心理的教育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对我来讲 我会很希望就是 我自己在期待 我自己在看这件事的时候 有不同的层次 或者是 可以再有一些角度来分析 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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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晚餐 这个是超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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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